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星期六 深夜时分11点至11点半播出 哪些年是说什么呢 我们两个有人夫子自道 有人拆货打运 说的都是香港的旧事 旧得来有些是几十年前 有些可能是一百年前 现在不是怀旧而是温故自身 还有这个节目是非常有趣的 大家记得留意收听和记得交月费 天天天南 主持 谢义芳 宋景辉 钱建荣 张三 这四位当然以黄炳宗和侯汉庭为首 当然是极力否认 他又开记才会否认 还有一个否认就是国台办 因为这件事才知道国台办 国台办 绝无此事 没有的没有的没有的 你们台方就是这个 蝎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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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说 你手上的证据 如果我照看你手上的证据 是真的充足有余 是真的随时可以抓 你怎么会放了那四个人到处走 到处走才行 又让他开记才知道 又和这个接触那个接触 你不让他串供 他还查了 他收了20万美金 云炳宗老爸就跌了2万美金 他都查到出来 那还不抓人 我们一报告说 这四个他们做什么呢 这四个吸收这四个人 就是在现役国军里面 去建立他们的关系 所谓报建 台湾叫报建工作 在现役国军里面 去拉出来 打进去 这是他们所谓的手法 这四个人的对口单位 就是国台办 有些人这么说 国台办一向就不做这些工作 他只是做一些对台的 宣传、政策 这些工作 这件事我就不会怀疑 他随时可以转身做另一件事 这件事我又不觉得 共匪做的事 是很flexible的 有很多途径 他说我对台工作 这件事就是对台工作 当年新华社 他不需要我对台工作 这些就是对台工作的事 我又觉得不需要那么一口咬定 他对台工作 不会做这些跌步工作 一样会做的 香港的中联办 大握把 跌步工作 你说他中央联络办公室 我当然不信 好了 他做什么呢 他说资助一个 这个辽元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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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facebook上面的一些 专业来的 就是天天立专业 做一个专业 如果你吸收到一些新的 是现役军人 吸收到进来 按赞 那些人是现役军人来的 按赞 那你就可以马上得到 三千到五千元的台币 奖励 那也挺好 就是 以前那些 就是 坐下飞机过去台湾 可以有黄金 这个就不用冒险 对啊 按一下 按一下 按一下赞 那已经有三千到五千元了 他检证不了 是哪个军人 我是军人 按一下就三千 你可以在他那里 再进入他的网络里面 看他什么身份 就是你是做间谍的 真的会不会在facebook那里按一下 我给你丢理一下 好了 又成立一个新中华儿女学会 藉着这个执行 这两个都是执行一个什么呢 叫声火梯计划 这个才是重点来的 就是你刚才那些什么 什么疗园计划 什么新中华儿女 那些都是做事 最后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声火梯 声火梯计划 这个计划才是真正要执行的 好了 声火梯计划 它是吸收现役军人 就是加入共谍的组织 成为念书好友 可以得到三至五千元的奖励 就是刚才我说了 如果可以见面谈心 就是说我月 因为你进来 那我们透过一些关系来谈谈谈 在网上谈 谈完之后 觉得有些东西我们可以出来谈谈 见面谈心 就是说可以进一步谈谈 做完婦友之后就要约见 约见 约见 这样就多了 五万元 五万元台币的奖励金 见到真心 见到真心 就是在台湾 在台湾 就是为何 那如果 那我也要出去和他喝茶 喝茶灌水的 喝茶灌水的钱 可以报销 当然 就是 我捐个扒 五万元 我吃了三千元 好了 这个辽园网呢 第一笔 他说要开办费的 是不是 所以呢 第一笔呢 就先给二十万美金你开办 哇 二十万美金 好厉害喔 真的 那就是这个 那是谁拿的呢 就是黄炳忠的父亲 就是去北京拿 那他报清 这个完全是 北监处的 北监处那边说的 不是我说的 他说坐的士的时候 就不见了两万 那个的士老肥子 这个真是特务007 真是够了基景 现在两万美金 所以呢 这个周宏毓就说了 他说 所以实际上的开办费 只有十八万美金 做开办费而已 喂 会不会那两万元 跌给那个人呢 现在北监处 因为就是 就是 讲你了 现在讲到 真是 然后搭的士不见了两万 都说了出来 喂 那你抓人啊 证据都好 很不似喔 而且是他自己招的 他自己招认的 没有人招认的 不是 北监查出来说 周宏毓的老爸说的 不是啊 是 是北监拿到周宏毓 那只硬碟 那只硬碟 已经是损毁了 他复养了 他复养了 在里面的资料 透露了出来 那就是 那是黄冰中的老爸 你不是负责 你怎么没钱的 你管什么 周宏毓 周宏毓 不关他 他有什么事 你真是乱咬聋 听书 不要说这么多 你20万美金 没理由这么傻 上去北京拿 还要拿现金 你跌得到 2万元 因为现金没得追 没得追 你一入户口支票 就有得追 那会现兜兜的 好了 以后每一年 再支助1500到1600万台币 给他做每一年的经费 但是呢 条件就是要 黄炳中自己亲自北京的利涅 这笔钱就 这么特别的做法 就是说 开办费我给你了 20万美金 现在变成18万 以后每年 我都会拨1500到1600万的台币 就给你 但是一个条件就是 你黄炳中要自己亲自上来拿 我自己是正理 其他人上来拿 代领都不行 1500万很多 1000元 最大的都是2000元 我用2000元都不流行 1000元的台币 如果1500万 是可能 所以很奇怪 很奇怪 很奇怪 如果真的做担当务 本来会有那么多角印 那些工人缩 007的行李箱 那些行李箱 差不多 200万左右 大约200万左右 大约200万左右 是最为了 那些是说的 我相信全部是真实的 那周鸣基的父亲 周鸣毓 不是的 那我叫王炳中 那位非碟 那位已经判了關 一年两个月 那位叫周鸣毓 ABC 你牵涉他 你牵涉他 周鸣毓的父亲 他的父亲 那些材料 一定是属实的 因為你筆檢寫得出來的東西 是說不好聽將來有機會成為法庭的呈堂證供 對不對 這樣應該是絕對無鵝的 我相信你的執法機關 對不對 所以 攤到這麼久 現在還在外面趴趴走 引腳 現在大家 為什麼 我們不說錢大錢少 那個問題就是 你這件事 證據 剛才我說的證據 是這麼確鑿的 周鴻翁 萬典兩社 你已經開記者招待會 那肯定真的有資料 你才說 你不會猜測 唯一一個目的 就是推他走 讓他們四個自己潛逃走 不會 怎麼會 我已經公布了 我抓到你了 幹嘛要他走 就是 逼他走 我為什麼不抓他 現在 現在 你開記者招待會 你是不是有真憑實據 你才開 如果沒有 如果沒有 你斷猜 你不會開記者招待會 那你開了記者招待會 即是你的東西很有把握 因為你是執法機關 你執法機關 你一定是 那你抓人 你才敢說 對 如果你說那幾個 涉嫌人 自己開記者會 會說 我是無辜的 我是被人刺 生豬肉的 你都可以當它 九成假 七一成真 但是 你檢調單位 公家機構 那個執法機關 開記者會 一定是 你現在不同 你破案 我開記者招待會 公共開 你現在還在這個精調當中 那精調就是不公開 你上次筆檢才罵王炳忠 人家來爆門 你幹嘛直播 人家破壞這個精調 不公開 過程中 但這條條例 原來只是針對執法人員 你的事主 就是不包括在內 在法例上 譬如現在 香港法案 在台灣來說 警察查你 警察不可以公開 查你什麼 但你事主 你可以說的 那現在就是 檢察處自己說的 問題就是 我們覺得很奇怪 這件事 你禁證據確鑿 你是不是先把這四條人收監 禁見還要 我怕你串工 就是優毅 你四條人在外面 救了我 我沒有再拘捕你 我當然是馬上抓你 然後不讓你串口工 然後拿著這些證據告你 又不是 我現在公佈了所有你的罪狀 這些罪狀老實說 應該是拘捕了你 然後這些罪狀放在法庭 然後我一條條告你 你什麼人都沒抓 然後我把你的罪狀案數出來 我知道一定有鬼 我不知道 蝶中蝶 宋主委說 其實好像蔡正元 中影案 三重案 都困了四個元 什麼人都不給見 那麼現在 你這個 是間諜來的 半角的 這單一定是碟中碟 這單一定是碟中碟 碟中碟 這樣的時候 你不就馬上抓人 放了那些資料出來 告訴你 我夠的資料砌 原來 上面又有收了間諜 不要砌這件 你公開了這條件之後 那些四頭人 就可以串攻 逐條反駁 逐條這個 是不是有破綻 那可能就是 會不會 北檢又被人滲透了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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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對是 你看那套TDB 那套什麼鬼 是證人 什麼鬼 什麼信徒 什麼信徒 惡底 有惡底 這件事我們不知道 我們到現在都不敢說 就真的假 但是 跟表面看 理論上 這四個人 如果好像他這樣說 一早應該是收押禁見 沒有理由 那一天進去黃炳祖家搜查的時候 你就應該要抓他 因為 我相信那時候 你已經有證據了 應該由證人變成被告 就算你那天都沒有資料 你能開記者招待會 你能開記者招待會 就抓他 你很有把握的證據 你才會說 所以唯一的解釋就是 疊中疊 所以這件事是很詭秘的 我們想幾個想不明白 這些人 外面有很多 柯仔戰怨家 說 中共滲透台灣 很厲害 什麼什麼什麼 我相信中共滲透台灣 真的很厲害 不信的 但問題 這四個人 如果是你們說到這樣的話 就拘捕了他 你幹嘛讓他到處走 沒有人 是不是 你有沒有用他動無名人出來 跟他說話 你現在國民黨的人 又出來說話 跟個個都跟他說話 那現在算是 問題就是這樣 因為你當日直播的話 如果作為一些執法機關 你是有 就算當初 就是以我這些有限的 福爾摩斯常識來看這件事 因為你是涉嫌 有機會會轉為被告 我找你約談的時候 而你要將這件事公開爆 即是你心虛 OK 即是我猜一下 從心裡進去 你心虛 所以如果我作為一個調查機構的人 我本來想約見 我都要先抓你 先抓你 因為已經是想… 你別搞錯 當日是三令齊法 他已經預備了 他一個就是搜查令 一個拘捕令 一個拘捕令 是同時落袋了 還有一樣 宋主席你搞錯了 他是六點半來敲門 那時候開始直播 播到八點半 破門進來之後 是停止了直播 所以進來搜查那段時間 他是沒有拍到 因為執法人員進去 就禁止給你直播 那就是怎樣 那就是怎樣 根本沒有直播到 他在門口拍而已 他拍你在門口而已 拍門也不行 我來找你 你已經害怕 你已經害怕了 害怕青了 你去找 誰來找我 我都害怕青了 半夜敲門 我為什麼不害怕 我手查令有問題 我為什麼不害怕 是警察來找我 我都害怕 我怎麼知道你會這麼害怕 半夜敲門也不害怕 那些傻的事 你說就是 好了 這件事我們都 大家儘管看看 再繼續留意發展 我們都不知道搞什麼 那四個是否匪蝶 不知道 但今次檢調人員錯漏百出 就真的是很大問題 我上次都已經說過烏龍百出 這次更加烏龍 上一單已經是離譜了 三令齊發 又沒有簽名 然後拘捕令 證人令 搜查令 一齊來 你都要大了 你若見人家 若見人家 若見人家 六點半 即是破壞 叫人家拘捕 早點 早點出馬 早點見 早點收工 一定是碟中碟 1月2日 記者招待會 這是北檢的記者招待會 到今天 是1月8日 依然沒有行動 你講得這麼實牙 人家在哪裏跌了錢 跌了多少錢 那為什麼不去抓人呢 有些證據不見了 好 碟中碟 我們講一單 就更加這個 令到蔡政府 就是 頭痕兼 束手無策的一單 那就是 中共單方面宣佈 使用這個 M503 這個所謂航線 什麼叫503呢 原來就是 原來就是 一條航道 就是 那條航道 其實 我講整件事的經過 其實是2015年 已經發生了 2015年1月 整件事這樣說 2015年1月12日 中共宣佈 劃切了 M503航線 W121 就是東山 東山這個地方 122 就是福州 123 W123 就是廈門 3月5日 就生效 再講2015年 那時候 是馬英九執政的 其實這些代號 大家可以看成一條 空中的馬路 空中的公路 一張照片 有一張照片 再解釋 1月16日 立法院 跨黨派 要求 當然要求馬政府 你賣台 你要跟共產黨談才行 你這樣也行 當然 當然一致 就要馬英九出聲 那馬英九當然 馬英九是好人 當然出聲 老實說 這個真的是 對台灣有些威脅的 當然要跟他談 那 第二天 1月17日 透過兩小會 什麼叫兩小會 如果兩大會 就是海基會和海協會 兩小會 原來兩岸有個旅遊交流協會 兩岸都有一個 他們會談一些旅遊事務上的安排 因為這個是航先的問題 這個叫兩小會 透過兩小會 這些小妹 這兩小會 但是談不到什麼結果 談不到什麼結果 談不到什麼結果 之後 就 那就好了 接下來那個 就是在2015年 接下來那個 所謂黃張會 就取消了 現期 就取消了 就是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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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什麼 總之 就是黃張會 就取消了 直到 322號 兩小會 就達成協議 那麼M503 就暫緩生效 W的航線 就不啟用 就是說剛剛我說的 121 121 122 123 就是說由福州 由廈門 由東山 打橫飛出來 然後再經M503 這三條航線 就停了 那麼M503 這條航線 就是暫時 凍結線 那麼 直到什麼時候用呢 直到3月29號 就啟用 南下航線 就是說由 上海 飛下去 這個 廈門 由 由 北向南 單向而已 就是 來到香港 都是用去的 是的 就是單一航線 就不會由 南飛上北 就是 叫做 有少少初步的成果 就是馬英九出面 就叫做 跟大陸都談了些 談了些 話回來 好了 那麼 直到2018年1月4號 中共單方面 在廈門和福州 通知金門和馬祖 就是廈門福州 廈門 跟廈門和福州 就通知金門馬祖的控制塔 告訴他們 就是 都不是告訴 什麼陸委會 不是官方的 不是官方的 就是告訴控制塔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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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用 M03號 先 對 對 還嚇到賴 航空塔 對航空塔 對航空塔 就是 用了都不太驚 民航局 就是我國民航局 呼籲各國航空公司 他們說 我叫你無人飛 你幹嘛飛 他說 那裏是國家 他 大陸那裏說 他給我飛 好了 現在我們在說 誰是誰非 其實 沒什麽所謂誰是誰非 我們先看一幅圖 有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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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白色就是海峽中線 所謂海峽中線 默契 這條中線不是畫出來的 就是默契 就是大家當它是中線 就是三八線 W121 1212 12123 就是在東山和福州廈門 橫向中線飛 然後用M503 北上 北上 本來只有南下 沒有北上 現在就北上了 整條航道 就通過 離開中線大概六公里左右 好了 問題就是 大陸說 我已經和這個 國際航空協會 申請了 那台灣 又不是國際航空協會 因為 在馬英九年代 國際航空協會 台灣還可以進去 觀察院 航廷 到蔡英文政府 門口都進不了 他說 進不了不要緊 我們用中央社 用記者身份進去 人家中央社都不讓人進去 記者都不發 記者寫給你 那就是什麼都沒有 所以 中共 他是夠強硬 但他真是依政規矩 向國際航空協會 這個在台北那邊來說 台北官員就說 大陸在這件事件上 就不理行國際法 但實際來說 這條航線是正式去申請 因為這些航線不是你開 自己開就可以了 因為會牽涉很多管轄區 沒錯 對 那就是要大家商量 現在是國際文行組織 已經商量了出來 再大家看到 這條航線是沒有超越 大家密契的中線 即是我的東西 即是我們自己的地方飛 沒錯 為什麼他們覺得危險 其實這條航線 這條航道 他們規定 這個M503 所有飛機是一萬公尺以上 如果台灣飛去金門馬祖 28,000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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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層 因為金門馬祖飛 大概一萬公尺 大概相差成萬尺 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 在升降的時候 大家都是這樣 因為福州下門升 爬升 你不太快 他下降的時候 下降的時候 都是差不多 那個位置差不多 所以這裏是最危險 所以大陸就說 我們會和你談 一些技術的問題 這些就是技術的問題 控制塔 控制塔 這些就是我和你談 這個航線 我就不會和你談 只要安全的東西 這些技術安全的東西 我和你談 你看到共匪 這次 真的 大盡你 真的贏夠了 你沒有位置在裡面 沒有位置 蔡英文說 一卓後腹 這個陸委會 後果自負 後果自負 你只學俄羅斯 當年蘇聯打韓國 那麽 那麽 大家記得 80年代 在80年代初的時候 蘇聯 曾經 把 南韓的 民航機 民航機 因為他過了界 是打了下來的 他說他過界 那麽 那你現在 你夠膽打一隻 你是不是這樣 你 台灣的國軍 空軍 是會過了這條中界線 驅港的飛機 你不會過過專界線 是啊 你這樣才行 是啊 你不敢 所以 共匪出這招 我們都說回頭 不是說掌他人士 滅自己威風 你不承認九二共識 什麼都不跟你談 共匪 現在不談 馬英九年代 他肯跟你談 還有一個基礎 你現在是 你蔡英文就說 一切不變 我們就 你現在就是 你真的一切不變 大陸在變 是啊 沒錯 他搞到你要變 沒錯 因為你一直在搞什麼 去中國化去獎化 去什麼化去物化 然後你搞這個 慢慢的台獨 共匪就等不及了 我一步步來 他做事 好了 幾間航空公司飛完之後 遼寧艦又來了 又來了 又來了 又擾台洲 又來了 還有他們的 空軍其實就不停地 每天都有經過你台灣 跟你環島 跟你環島 巴斯海峽 這個宮古海峽 這樣繞個圈 就包著你台灣 巴斯海峽就是在台灣的下面 就是墾丁下面 翻船尾的地方 是啦 好 那我們 下一節先 下一節 好 下一節再說 就這樣 小沙峰 就是游泳 黃沙峰 是 最會這麼說 一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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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